同邻里的年长人士交朋友会是其中一个帮助他们保持健康生活的方式 在过去三年超过半数加入邻里活跃生活计划的年长者 在参加计划半年后成功的将2.2次的入院次数减少到一次 而平均入院的天数则从7.1天缩短到目前的4.1天 邻里活跃生活计划从2013年推出以来有超过2500位年长人士加入 参与计划的义工接受培训能协助照顾住在同个社区内有需要的人士和乐龄人士 当中就包括经常入院独居或有慢性疾病患者 每一周义工会定期几次到年长者家中确保他们按时服药和定期复诊 蒙巴登也将在今年加入邻里活跃生活计划 到时我国整个东南部地区都会在这个计划下收回 酒风压酮 酒所三郎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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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